上班下班,你每天会站多久? 酸麻胀痛,你的双腿是否频繁? 我们不可能放弃心爱的工作,健康的难题又不能置之不理。 酒站带来的危机到底应该如何预防? 职场健康早掌握,健康之路,尽请收看。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 健康之路 医生天天来帮助。 有一次我去商场看到电梯间里的工作人员一直站着,我说你怎么不坐着呀? 他说没办法,这有工作要求,站完一天下来之后,这腿都不会打弯了。 其实像我们外科医生,站手上他一站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都是非常常见的情况。 其他一些职业,像老师、社会员、美发师,他们也是一天到晚站着,也是会碰到这些情况。 所以腿部的健康对这类人群来说是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要去认识的这位小刘啊,是一位职业的美发师。 看看他一天会站多久,又有什么样的问题。 刘磊做美发师已经十三年了,从当学员开始,他就知道每天自己必须站着工作。 表面上大家看到我们经常跟美女在一起,然后身着靓丽的服装,美丽的发型。 但是实际上我们一天工作其实很辛苦。 比如说我今天十点钟到店工作,到现在已经到五点半了,还没有作业休息。 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刘磊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坐着。 因为上班的地方停车费上涨,他现在只好选择坐地铁上下班。 地铁呢,上下班高峰的时候也要站着,所以这一天十多个小时,真正坐下来的没有多长时间,很少很少,基本上都是站着。 所以回家之后,腿也是相当的疲劳,脚也是非常的那个僵硬。 欢迎乘坐地铁二号训练习。 站着来上班,站着工作,再站着回家。 一天下来,刘磊粗算了一下,他每天站立的时间超过十个小时。 像我买鞋都会买一些那个鞋大一号的,然后那个皮子有点质地软一些的,然后底能略微厚一些的,或者平的就可以。 这样能更舒适一些,更放松一些,袜子一定要纯棉的。 工作十三年,刘磊已经从最初的学员当上了店长,早已习惯了站着坐视,甚至有时会忽略了站久了腿部的不舒服。 然而,当他得知其他同事因久站而导致腿部出现问题后,他不眠也开始有些担心了。 真的是心里挺害怕的,每天每天,尤其到过年过节忙的时候,一站下来就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要那个半个月一个月天天如此。 刘磊的同事们得的是一种叫做静脉曲张的疾病,这种病和他们经常站着有很大关系。 刘磊喜欢美发这份职业,久站不可避免,他很想知道有什么办法才能避免发生静脉曲张。 如果得了这种病,又该怎么办呢? 林克兰博士呢,我们就请到了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的陆清生大夫。 欢迎您陆医生。 欢迎您。 陆医生,您应该算是一位经常要站立工作的职业者,是吧? 对的,我们外科医生的主要工作就是站在那儿做手术。 其实很多人倒是听过静脉曲张,但是他在腿上到底是什么样,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见过。 我们通过几张图片可以更好地来理解。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些非常颜色轻的地方,跟正常的皮肤颜色不一样。 这就是刚刚出现,最早出现的静脉曲张。 它挺短的。 对,基本上看不见。 那么这些地方就进一步加重了,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凸起的,像小蚯蚓一样的。 确实有往外鼓的意思。 它还会鼓出来。 好,下一张图片。 这个就非常明显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景上全是静脉曲张。 就像蚯蚓一样鼓出来的东西,是曲张的静脉。 里边就是存的那些静脉血液。 怎么会这么粗呢?这么大面积啊? 是啊,因为它病变了非常时间。 这大概有从最初的到现在,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这个历史。 它才会达到这么严重的病变。 而且鼓起来那个地方好像很厚。 对,那么再看下一张图片,它还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危害。 比如讲像这个地方,这就是曲张的静脉里面,它这个血液发生了这个血栓了。 我们叫血栓性的静脉炎。 那跟站久了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站久了之后就会导致静脉曲张呢? 对,人体你看平躺的时候,它的静脉的这个血液呢,可以回流到心脏。 这是由于重力的原因和这个肌肉棒的作用。 那么当人体站立起来的时候,如果这时候,瓣膜功能在缺失,那么血液就产生了倒流。 倒流的时间一长,这些地方的静脉就开始鼓起来了。 那个瓣膜是干嘛用的? 静脉里面的瓣膜是只让这个血液从你的最底下脚往心脏方向流。 这就是正常瓣膜的作用。 如果瓣膜被破坏了以后呢,这个血液不光可以从下往上流,还可以从上往下流。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地铁里边就是检票的装置? 你只能进,不能出。 但是现在呢,这瓣膜坏了就相当于,你没给票呢,你就出来了。 进出自由。 所以你说的非常对,就如果把人当作血液里面的这个细胞来讲,人流就像血流一样。 那么有了瓣膜就有地铁检票口,那么所有的人只能进去。 你要出的话,你必须从另外一个地方出来。 但是这个口如果坏掉的话,那你进出就自由了。 除了肉眼上能够通过咱们观察腿部血管的变化看得出来。 那自己感觉呢,一旦静脉曲张发生之后,有什么不舒服?难受? 对,静脉曲张呢,一开始的时候,你感觉到往往是腿的一种酸胀感。 你觉得一天站下来以后,这个腿怎么这么胀? 那么有的病人呢,还会出现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脚步抽筋的这种感觉。 随着这个进一步加重以后呢,患者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足靴区。 什么叫足靴区? 就是你穿这个靴子,不是一般的鞋子。 这个靴子,达到那个高度就是足靴区。 这个地方的皮肤会出现一些骚痒。 这是由于静脉长时间的压力增高以后,对于皮肤发生了一个营养的改变。 足靴区就会发生骚痒。 骚痒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这个地方就开始发生颜色的改变。 它会慢慢洁白的皮肤变得发黑。 再进一步下去,这个地方可能会发生溃烂,烂成一个洞或者一片。 天哪,不可想象。 老百姓给它取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老烂脚。 为什么叫老烂脚呢? 因为到了这一步,治疗起来就非常的困难。 而且到了这一步,往往是年龄就大了以后。 所以老年人得了老实治不好的烂脚,叫老烂脚。 那会不会威胁到心脏啊,或者是其他的血管啊? 这个一般不太会出现这个威胁到心脏这么严重的情况。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长时间站立呢,就有可能会带来静脉曲张的问题。 那么必须又要长时间站立,怎么办呢? 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应对这种腿部不适的感觉呢? 咱们来看看,朋友们都是怎么做的。 宋师傅做美发师也有十多年了,因为每天长时间站立工作,他觉得自己的腿上已经开始有些变化了。 现在腿上已经能够看出来了,就是已经有清晰的血管了。 这个地方的血管已经显露出来了。 当你用手按住它的时候,松开,它会有一个迅速的血液回头。 而且跟其他地方的皮肤基本上已经不太一样。 因为腿上已经有了鼓起的血管,所以每天回家,宋师傅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 回家就是躺在沙发上,然后把这个腿夹高一点。 夹高以后,让它超过这个心脏的位置,它可能会有一个血液的回流。 在美发师里工作的其他同事,为了应对久站的问题,也都各有方法。 这些缓解静脉曲张的方法,究竟哪些是科学有效的呢? 你看,其实对于大家这些做法,我们说生活当中应用的非常的普遍。 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真的对静脉曲张的环节有帮助呢? 有帮助,尤其是这个抬高这个脚,抬高患脂我们讲。 那么它促进了一个静脉的回流,那是绝对有帮助的。 你看,这就是抬高这个患脂以后,利用我们地心引力的作用,把这个静脉曲给它拉回来。 这样的话,这个腿上就有一种放松的作用。 这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只要脚一抬高,这种酸胀的感觉立刻就没有了。 对,那这个得抬多高啊?回到家之后。 当然了,我们讲医学上正规的讲,你的抬高的角度必须使你的脚后跟高于你的鼻尖。 这才是正规的一个角度,才能让它促进静脉回流。 但是呢,老百姓不可能每天在家,就不可能在单位休息的时候也这样。 那么,所以说它稍微做的时候,脚翘翘高也是可以的。 还有朋友说这个热敷嘛,这个对静脉曲张有帮助吗? 有一些帮助,但帮助不是非常的大。 那按摩呢? 按摩主要是放松。 对于促进静脉回流,也不是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就是对鼓出来的那个地方,你给它揉啊,按啊,给它弄回去,给它按压回去有可能吗? 切记,千万不要这样做。 因为在你揉搓的过程中间,对于这个静脉也是损伤。 而且如果这里面有一些血栓或者有一些这个炎症的话,你越这样做,越加重了。 所以像这样的,大家观众朋友们碰到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迷信再去按摩把它弄回去。 鼓出的这块血管,它的血管壁都比正常的血管要薄一些,所以不要用暴力去揉搓它。 对,你可以想象刚才不是讲气球吗? 那气球已经变得大了放松了,你想你再去怎么揉,它都揉不紧了,但是你越揉它是不是容易破啊?容易更坏啊? 比如说生活当中还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器具啊,或者是一些东西能够帮助血液回流。 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也非常方便的方法。 就是穿弹力袜,它的学名叫医用弹力袜,专门针对这一类疾病的。 医用弹力袜,那个是什么样的呀? 看一看图片。 咱们穿那个,就是好像肉色,深色一点的,连裤袜没啥区别吧? 这有非常大的区别。 这个,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丝袜,它一定是有一个压力的梯度的。 大家可以看它的原理。 我们讲医用弹力袜,它要求在脚踝处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达到百分之百。 而到大腿处,这个压力逐步地地减,到大腿处只剩下压力的百分之二十。 这样呢,它就可以促使这个静脉血,在你不,就算你静止不动的时候,也不断地向心脏方向流动。 这样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促进静脉回流的作用。 那是不是说,就是医用弹力袜,它从下往上那个松紧度是不一样的? 对,非常的。 越往上越松,所以是血液从这个压力大的地方,容易跑到压力小的地方,能够往上走。 在弹力袜之前,我们就是很早就用过这样的一些原理。 那个特别是红军这个长针或者是行军的时候,不是绑那个绑腿吗? 对,那时候我就跟学生讲课的时候,我就说,红军为什么它可以行军走这么长的路? 而且为什么比国军这个汽车轮子跑得还快呢? 是因为它绑着绑腿,这个绑腿的作用就促使它这个静脉血往回流。 所以它长时间的行军以后,它的腿部没有非常酸脏的感觉。 那要是自己在家用一些布或者是那些宽的袋子绑一下,可以吗? 可以缓解静脉血往回流? 这个绑腿是以前老的方法。 虽然有些作用,但是你如果自己绑的话,它的压力是不均匀的。 不光起不到很好的作用,如果绑得不好的话,还容易出现问题。 那今天我们又了解到了一个新的秘密武器,就是医用弹力袜可以帮助那些有静脉曲张的朋友缓解腿部的不适。 那这个真正的应用弹力袜到底什么样子,怎么使用呢? 咱们到演示区去给大家展示一下。 今儿演示区多了一个模特儿,这个模特儿的每一条腿穿的是不同的袜子。 咱们看有什么区别。 这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高弹力袜。 你可以拉一下这个丝袜,你看一下这个弹力。 脚踝处。 对。 你看,弹力很大。 非常容易拉开,对吧? 对。 其实它没有一点点帮助静脉回流的弹力。 但是你看看这个弹力袜,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你再拉拉看。 不太好拉度。 这么转不起来。 对,非常的紧。 拉都拉不起来。 非常的紧。 就是越往下这个位置是越紧的。 是的。 往上反而是容易,你看容易拽开嘛。 对的。 就能不能松一点。 是的。 另外就是说弹力袜,根据治疗的要求,或者是根据预防的要求, 它的弹性,我们要求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比如像我们这种保健型的弹力袜。 你可以试一下它的弹力。 这个是医用的高弹力袜。 对,这个只是保健型的。 它没有得病的时候,预防疾病的。 对,压力只是一级的。 保健型的。 然后我再拿一双压力非常高的这个袜子。 这个更厚了。 对。 这个是什么样的人能穿的? 这个就是有静脉溃疡的。 静脉趋向非常严重的病人,就要穿这样的袜子。 哎呦,这个地方非常挤。 你看,挤起来很。 它这个行为值得更多,更挤。 是的。 明白了。 那就是说这样,比如说戴着压力的弹力袜, 是不同的病情要选择不同弹性的要用的袜子。 我们讲首先是选择不同的压力等级,也就是不同的弹性。 另外呢,根据病变的范围,还要选择不同的长短。 那么如果你在整个小腿都有病变,或者大腿有病变的时候, 我们就要穿长筒的,也就是到大腿根部的。 那么更加进一步严重的患者呢,我们可以穿连裤。 因为那个病变的发展过程,最先是从这儿,然后逐渐往上发展的。 所以呢,最轻的它就穿短筒的就行了。 对,对,对。 重的病变穿高筒的。 对,对,对,非常对。 那要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的过程当中, 您已经出现了腿部的静脉曲张,或者是经常腿部酸胀的话呢, 也不妨用这种东西来试一试, 看看会不会对您的这个腿部疾病有缓解的作用。 那么如果真的是已经发生静脉曲张了, 甚至是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现在医学手段又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到您呢? 拓展视野进入到医疗现场全接触。 现在关灯。 咦,这是什么手术? 为什么医生要求把手术灯关上呢? 让我们一起回到30分钟前。 原来这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手术。 今天的病人是一位79岁的老人。 在他的双腿上布满了鼓起来的血管。 医生说,以前做这种手术需要把皮肤剪开, 把坏了的血管切除。 但是随着微疮手术的开展, 只需要一根细细的光纤导管和激光就可以完成了。 现在我们怎么把光纤导入它的大隐静脉。 这个时候要小心光纤线弯不能折断。 一折断了,它的光就传导不过去了,激光就传导不过去了。 专家告诉我们, 首先要把传导激光热能的光纤通过一根导管 导入到病人腿部病变的大隐静脉中。 大隐静脉是腿部一条主要的静脉。 大部分静脉曲张都发生在这里。 一切准备就绪后, 医生还要调整激光强度的大小。 这一段呢, 因为它的这个皮肤组织比较厚, 血管还比较厚, 所以我们要把激光的强度适当地增大一些。 好,我们现在准备开始闭合它了。 现在激光强度是多少? 十八。 医生告诉我们, 调整激光强度是为了彻底把病变的血管闭合掉。 通俗一些讲, 就是利用激光把坏了的血管用热能烧掉, 让这一段血管萎缩, 这样病变的血管就被清理掉了。 现在关灯。 好,现在开始了。 大家看见激光头明显地变亮了。 它在逐渐地往后侧。 它后侧所经过的地方, 这个时候它的气脏的静脉就已经被闭合掉了。 它走过的路径就是我们大眼睛脉的所走过的路。 现在激光闭合已经完成了, 现在请开灯。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从表面的皮肤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光整, 完全没有手术的疤痕。 我们今天的激光闭合术就体现了微创手术的魅力。 短短的十几秒钟, 大腿上一段坏了的血管就被闭合了。 医生告诉我们, 这种微疮的方式出血量小, 伤口愈合很快, 一般病人第二天就可以下地走路。 如果是女士的话, 就是夏天穿裙子也是不用担心的。 关于腿部不舒服, 您还有哪些想了解的呢? 您想知道我来问, 接下来能进入到专家的快速问答。 早期的静脉曲张需要治疗吗? 早期的静脉曲张当然需要治疗, 而且治疗的时间越早就越好。 手术治疗静脉曲张会留下疤痕吗? 以前我们做这个静脉曲张的手术叫抽筋扒皮, 会留下巨大的疤痕。 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 技术的进步, 现在我们要求治疗静脉曲张是微创的美容的手术。 我们希望让不能穿裙子的腿可以穿裙子。 经常穿着高跟鞋逛街会得静脉曲张吗? 跟穿不穿高跟鞋没有关系, 跟逛街的时间长短有关。 久坐会得静脉曲张吗? 一般坐总比站得好, 应该讲久坐不会得静脉曲张, 但是坐久了如果不动的话, 那倒容易得静脉曲张。 静脉曲张的朋友不适合做哪些运动呢? 大部分运动都可以做, 但是举重这一类的还是少做一点。 哪个年龄段会高发静脉曲张呢? 一般二三十岁的年龄就开始有静脉曲张了, 但是那个时候往往不明显, 经过几十年的这个积累下来, 所以来看病的人往往是五六十岁的老人。 手术之后应该如何避免静脉曲张的复发呢? 手术之后, 静脉曲张并不是完全得到的解决, 我们还要预防它的复发, 可以通过穿弹力袜, 避免久战这些方法来逾床复发。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二位, 期待您收看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 开会、打电话、推销、讲课, 工作中你每天要说多少话? 嗓子疼、声音哑, 你的嗓子是否已经暗藏隐患? 工作性质决定我们不停地说话, 由此带来的健康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怎样才能用最少的力气说最多的话? 职场健康早掌握, 健康之路敬请收看。